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很开心请到时代物理治疗的主任 物理治疗师就是Elliot来接受我们访问的 你好 是谢安华 你好 谢谢你 你的名字跟一个著名的导演很相似 是的 很多时候都混淆了 很多朋友都 是的 谢安华 你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我知道你做这一行做了很多年了 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物理治疗师 或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你是当初如何入行的呢 以及在哪方面你觉得你自己是最专长的呢 我在这个专业里面 都已经有近30年的经验了 最初入行的时候 说回我自己的运动创伤 在那时还很小 在香港扭伸了脚 整两年都未好 又肿又痛 后来接受了物理治疗之后 就发觉我的肿痛完全消除 我的体育 我的运动各方面都恢复 于是引发了对物理治疗的兴趣 自己将来也自愿成为一个物理治疗师 在物理治疗的过程里面 都不断地有心躁 我现在在脊骨的手力治疗 运动医疗 或者是大脑神经的治疗方面 都有很尽心的治疗 医科方面也有一些专业的研究 例如小兵仔的邪颈 先天性的马蹄外翻足 手手脚脚有些变形 很多时候一出生 我们物理治疗师已经可以帮到手了 这方面都是我其中的一些专长 其实Elle 你当时是在哪里接受这些教育的呢 做这个物理治疗 在哪里取得这些设计呢 其实我最初是从香港移民过来 所以我第一个证书或者执照 都是从香港来的 来到这里继续有这边的心躁 在不同的大学 或者是一些专修学院 继续进修物理治疗方面的一些专科 我现在分别在本地加拿大 还有香港 英国 澳洲 这些认可之力 在不同的地方 这些地方有执照需要的话 我随时都可以在国际上 有这个认可资格 在以上的国家我可以执业的 非常好 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实做物理治疗 其实是用了什么方法去医病的呢 还有我们什么时候 需要请一个物理治疗师 帮我们做这个物理治疗呢 其实物理治疗的应用范围很广泛 如果大家进入医院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有不同的专科 物理治疗可以说几乎在每个专科里面 都有我们的角色 无论是男虎儿科 骨科 胸肺科 深切治疗部 苦产科 或者是老神经科 我们全部都有物理治疗的贡献在里面 在社区上的诊所 我想市民大众经常容易接触到的 都是一些骨科的痛症 比如有根骨肌肉的扭伤 日常生活的劳损 交通意外受伤 运动创伤 工伤等等 都会在物理治疗方面帮得到的 如果你不幸有时行路 善一千折亲 这些都可以帮得到的 我知道刚才你说你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 三十年了 结果了很多的经验 虽然你的样子真的很年轻 我不敢当 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物理治疗师 其实你觉得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物理治疗的经验里面 告诉我 在检查方面很重要 望闻闻切固然之不少得 但在问的过程之中 好像我现在跟你谈的那样 要很了解到病人的起居生活 你才能够达到他今次的伤患 或者痛症的成因 不单止我们的知识要够深入 我们的断症要准确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你在找到根源所在之后 不单是治标 治本 还要明白 为什么他有今次的伤患 会不会在生活上工作上引起的 他的成因 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呢 如果你找到成因的时候 就可以防止到他今次的伤患 将来会再复发 所以很多时候 你很着重跟患者或者病人的讲解 我们找到之后会跟他讲 原来你今次的成因是什么 你今次生理上的结构 需要有哪里的损毁 当病患者他明白了 他就会配合你的治疗 他配合治疗的时候 他回家就会跟我们的子人 去做运动 在心目上的调节 令到我们的治疗事半功倍 那疗效固然显著 兼且患者就减低了他复发的机会 这件事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检查到要够仔细 要找出他的成因 还有要跟患者沟通 肯定他要明白去配合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心得 即是沟通很重要 是的 他病了 他明白了他自己的成因的时候 他配合你的治疗 你的疗效就会显著很多了 是的 其实说到这个物理治疗 我知道你在很多年前就在Witchman Hill开了这个物理治疗的诊所 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开这个诊所呢 是 有什么目标和终止呢 其实我很多年都在医院里面工作的 但是二十多年前因为医院的削肢 在物理治疗方面都少了很多服务 我开始发觉在医院工作里面 物理治疗有很多的祭肘 变成了病人未能全面接受到物理治疗的益处 我觉得很可惜 其实物理治疗很有效 对病人很有帮助 于是乎我就自己出来开始自己的诊所 希望学以致用 将我学习真的帮到我们的病患者 不单止在我诊所里面的四面墙里面 我是帮到我们的病患者 发挥到物理治疗的功效 我由于是自己的诊所 我能够做的事更加多一些 我将物理治疗带入社区 我们做很多的外展 outreach 我们出去社区做一些 比如老人中心 社区中心 很多不同的教会团体 我们是提供免费的物理治疗的服务 或者一些医疗的讲座 也很荣幸接受很多媒体的邀请 我们会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 有很多时候甚至跟一些志愿团体 去到一些外国偏院的地方 我们做一些义工的 一些医疗的团队 以及一些医生 护士 药剂师 牙医 物理治疗师 一起提供一些义务的医疗 这几方面我觉得在医院里面 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来到社区 我做自己的诊所的时候 我真是将我学到的东西 贡献给社区 这是我最开心的地方 其实我也知道 因为我认识了Elliot很多年 在社区我知道你也做了很多贡献 不敢当 参与很多社区的工作 所以你也拿到很多奖项 不如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你在社区的工作 一些奖项和一些心得 其实不敢说是什么贡献 只是在我们密密的奸魂服务社区的时候 很多的热身人士看到的时候提名了我们 于是乎我们得到一些义工的佳许 比如一些最佳社区服务长 一些年度的社工长 安省的义工长 或者由我们的省议员 国会议员给我们的佳许藏 我们等等等等都收过不少的 这些都是一些认可 给我们一些鼓励 让我们做得更多更好 是的 我们其实在桌面 也看到你一个很漂亮的奖项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奖项来的呢 这是2008年 由安省这个工业厅 和另一个社区团体 在这个非谋利的机构 和我们一个八周年纪念学院 就是Sentennial College 几位一起联合 组成一个评审团 就是对了一些社区贡献的机构 或者是人士 去颁发这个最佳社区服务长 他就是看见我们的诊所 代表我们的专业 不单只是服务病人 而是做很多其他参与社区的工作 比如老人工作 义工的筹款 赠灾的筹款 在各方面做很多 或者一些国际的赛事 比如Panam Game Olympics 我们也有亲身落手落地 去做驻场的物理治疗师 于是他觉得我们参与社区的工作 不单是为了工作 去生活 而是服务社区 最后攀了最佳社区服务奖给我们 首先恭喜你 谢谢 再说到我们的物理治疗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一些 举些例子 比如有些朋友 我知道最常见有时候 有些朋友做运动 有时不小心摔倒尾龙骨 其实如果摔倒尾龙骨 如果摔倒尾龙骨 如果是物理治疗 其实这方面是否有效 这个也很常见 尤其是加拿大的冬天 很湿滑 很多人会摔倒 摔倒尾龙骨 有些人会觉得不理他 遲些也会好 其实不是 你不去证实这个问题 遲些可能翻风落雨 你会痛 坐姿势不理想 久一点也会痛 如果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女士 他可能甚至影响他日常 怀孕期间 分娩期间 他的痛会多了一点 其实也可大可小 可能即时看不到他的影响 但如果你不证实你这个伤患 清除了他 你后来的日子可能会挺辛苦 所以我提议如果有这些伤患 最好即时看医生 请教物理治疗师 物理治疗可以用不同的仪器 通过一些物理的刺激 对人体产生生生理反应 而造成疗效 我们要对症下药 比如美龙骨来说 我们有不同的仪器 有时可能是激光 超声波 电疗 帮它消炎 消肿止痛 将里面有可能积聚的乙血清除 但也未够的 这些是指标 而最重要是分析它的结构上 在哪里损毁了 我们会教一些特定的运动 针对性的 教患者训练伤患部位的肌肉 让它强化之后 将来它就不会再那么容易复发 也要了解它的起居生活 会不会生活上容易弄傷它尾龙骨呢 它的姿势上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呢 如果你提供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患者就会将今次的痛楚 很快去清除 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后患 通常如果是这些病症 要医治多长的时间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每个症不同 视乎它的伤势 它本身的体质 以及它配合的程度 可能在工作上配合不了 这时候它的疗程会长一点 所以这个就可以很长很短 短的可能一两个星期已经痊愈了 短的可能一两个月都没有痊愈了 要每个症分别去检查才知道 是的 今天很多朋友听了Eller的介绍 可能很想了解一下 例如如何可以联络你们 可否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地址和电话 我们在李志文山时代广场 就是Hive 7和Leslie 就是550号 Hive 7就是7号公路550号 我们在三楼3047 如果联络我们可以打电话 905707-9888 今天再次多谢谢安华 这个物理治疗师 今天和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些知识 非常多谢 希望我们可以说到很多需要的人 谢谢 谢谢 谢谢